音乐台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宇春 混蛋我想你 我想你 我想你 我觉得大家参与进来挺好的 当时在想要填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想要就是有大家的一个参与的感觉 就是俗话都说 每一个女生都会爱上一个混蛋 应该是一个大家都会有一些参与性 或者是共鸣感的的话题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倒是常常在一些就是 但是演出的时候有的粉丝会有一个 混蛋我想你的灯牌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我还真的没有往前面想 因为其实老实说这一次这个跟PC Music这样的一个合作啊 它不是一个音乐上面的合作 它还是基于一个装置艺术的这样一个创作 所以呢通过音乐通过video 然后通过展出装置来呈现 所以我觉得它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思路 思路它想要做到的就是这样 关于一个二元对立的这样一个跨题的探讨 所以我觉得它不能单独基于一个音乐作品来讨论 对 是敢松 哼 正虽工 难为谈吴仔会上浸胶楼 呃 应该马马虎虎吧 我觉得 那个要看对手是谁 如果说是不太擅长 或者没有太多时间玩的人来讲呢 我就觉得我还好 但是如果说像春节跟家里人打的话 我觉得就完全不是对手 没有 因为我其实平时不打麻将 对 除了可能春节的时候家里人亲戚朋友啊 会想跟我玩一下这样子 比较谦虚的来讲的话就是不差 对 穿菜啊 应该都没有太多问题 就是没有评价 大家把它吃光了 我小时候有一个习惯 比如说我妈妈在做菜的时候呢 我习惯在旁边聊天 可能那些潜移默化的那些工序就都在我的脑子里 葱啊 小葱啊 我应该印象比较深刻的吧 我还都挺喜欢的 春春 李总会多一点 就是满满都是爱啊 对因为我我特别喜欢周迅 就无论是他做一个 女演员的角色还是做一个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 我都非常喜欢他 所以当时我在想说要拍一组很酷的人的时候 那第一个就想到他 然后他说那你来吧 我在厦门拍戏 我说好啊 看到就去了 就是两个人的对话也非常简单 整个过程也非常的简单 我觉得挺酷的 还不错 对 我有很多喜欢的卡通的形象 因为我喜欢猴子嘛 像比较懒的又有一点小贱的卡通形象 像加飞猫我都是喜欢的 笑点很低一戳就笑 着急的时候会不自觉的蹦出方言 手机显示新消息提示一定要全部点掉它也好 是的 一个人也可以很勇敢的看鬼间 很多人我都不可以 有很独特的时尚秘诀 有过从卡住的升降台踏出舞台的景色 什么 有过从卡住的升降台踏出舞台的景色 No 我回去的时候有自己这样感觉 在录音时有习惯的习惯 跳舞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老了 体力大不促逸 最近做过让自己回清场次的事 No 升降台吧 印象深刻是我回去的时候 出了一点小账 所以你就要自己蹲下来 自己默默蹲下去的 应该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新冠军筹备吧 从去年到现在 尤其是近几个月吧 一直在忙啊 关于录音的一些工作啊 应该很快会跟大家见面 这是我目前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